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 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九點 欸 沒問題 又是要來真傳奇關卡啦 那五點半的時候 有先打一下王子會出現的生理人 然後一樣 欸 備教訓啦 好不好 這個 王子的話就是我們的噴噴老師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啦 所以已經不是傻米新聞了 然後我想說我上次打的話 應該還算不錯啦 不過 好像還是翻車的 所以 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加上一隻 補羅看看好了喔 這個 王子會出現的這個生理 來 再來一次挑戰 早起 這關卡真的卡了超久了 我跟你講 如果我現在不把這個三星關卡卡爆 對不對 我的這個日本純片時間 我覺得有很差不多 87%到98%的這個機率喔 應該會跟他 會跟這個關卡 繼續耗下去 超莫名其妙的 好不好 想說 欸 欸 什麼 日本純片的應該可以幫忙打多一點 那個 真傳奇關卡 有沒有 沒有 欸 你還是在打這些關卡 你準備GG 怎麼這麼簡單 好啦 我們先不要碰塔之後的話 噴噴老師應該就會來比較慢了 然後貓頭鷹這邊的這個傷害量 三星就直接變得超級無敵恐怖欸 你看我們這邊的魚人貓被try一下就掛了 好扯喔 好 打死一隻 我覺得要在下一隻出來之前就是 不然先把一隻打死欸 完了 這邊是那個什麼 這邊是那個 他們已經變成那個總火狀態了 所以打不太死 欸 總火好像 還是可以打個一下 然後第二下他好像就會死 就是如果是原本的那個力道的話 來了 各位 打起來 對 原本的力道就可以把他給解決了 好 最恐怖環節來了喔 反正這個章節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覺得都要開 都要開曼蘇 那曼蘇不開起來真的是會直接死 然後會沒錢 其實現在最麻煩的就是噴噴小老師 他們也是很厲害啊 也不是隨便省油了 你看 八戒這邊一個大炮一轟 還是沒轟死欸 夭壽了 夭壽了 完了 完了 知道問題在哪裡了嗎 知道為什麼沒錢了嗎 打不死那個噴噴小老師啊 完了 好慘喔 死定了 死定了死定了 完蛋囉 死定囉 呵呵呵 而且這個狗炮啊 那個詛咒炮好像是全地圖的啊 直接把你打到北邊去啊 完了啊 腰了個咻 反正現在來說我們就是盡量不要出其他的那個 什麼那個 那什麼啊 蘋果 啊不是飛腳貓他們了 盡量都不要出 我們就要出這些 趕快看一下那邊暫停啊 這再不能暫停我們真的要被打到北邊去 各位 OK 小老師都掛了哈 小老師掛了之後呢 繼續 暫停角色補上 不補不行 因為被打蛋就死定了 哦 你這邊那個攝影師貓貓很努力的一直在那個欸 很努力的一直在暫停欸 完了又有小老師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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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打不死啊 噴噴老師 完了 完了 三星真的差很多欸 噢 被揍爛了完了 完了 哇 哼哼哼 哼 98拍 應該又是那個狗砲吧對不對 這沒錯上次好像也是遇到這個局面 我想一下喔 這邊 哇 我覺得放學生會長會不會也是沒辦法啊 對啊感覺放學生會長好像 也是沒辦法 他是 他是極度傷害的耶 其實當然會有沒有機會啊 然後這個應該要換下來要換狗熊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只有狗熊是 狗熊是差一隻可以那個對不對 狗熊是一直有那個鐘 對狗熊一直有鐘 所以放一隻狗熊就可以了 攝影師貓貓 然後 這放多也很漂浮了吧 哇 人馬獸有沒有機會啊 我以前就覺得人馬獸很強欸 但是是不是沒有到那麼強啊 而且我覺得現在錢包很堪憂啦各位 我的錢錢很堪憂 來是這個 增田幸村 感覺好像也沒有那麼多錢可以就是放他們 太貴了太貴了 啊啊啊啊 好沒關係 先想一下喔 先一隻大款強貓 反正都一定會死啊 對啊 都一定會死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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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 羽毛 免體 好 先滿了先滿了 然後這個時候 老哥等一下 完了你不要 不要搞喔 完了 怎會 怎會這麼慘 這咪會那麼慘 而且我那個 我的那個薩蘭包自己換掉了 看一下喔 極度傷害環節 有沒有用 你們覺得有沒有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用啦 白癡喔 太強了吧 完蛋了啦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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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真低慘 我先看一下那個大概 白屋夠 白屋夠來一下 這個要下去了 這沒辦法 然後 那個 那個也沒辦法了 白屋夠 先來個緩速 緩速 然後這邊都下來 這些 沒什麼沒什麼辦法了 然後 暫停 薩滿貓要用一下 薩滿貓你還是得來啦 好不好 薩滿貓還有誰可以漂浮敵人暫停 要可以量產的啦 因為 如果漂浮敵人然後沒辦法量產暫停 都沒辦法那麼快的補上 那會 很慘 好不好 真的一慘 看一下喔 喔 白鶴貓也可以暫停 這隻吧 在後面射一下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哇 我的冒陵器 又被湧光啦 太扯啦 這關卡 真會如此 真會如此 好 150 羽毛 羽毛 白屍喔 羽毛還被打死 好啦 先一隻粉號機 喔喔喔喔喔 有感有感有感 好 放慢速度 喔 這一發射擊 好像還是可以喔 感覺不錯喔 這關好像也不用太那個欸 就是不用太刻意去躲那個詛咒炮欸 因為他是全地圖你也躲不掉 對 好像是全地圖你也躲不掉 你還不如趕快把陣線往前堆 完了 粉號機掛彩 沒了 好快 不行欸 這關怎麼那麼的難啊 重點是因為 這關給你那個詛咒的他不是敵人啦 所以你也沒辦法用那個 也沒辦法用黑鎧啊 各位 哇哩咧 媽媽咪阿 媽媽咪阿 馬上越來越慘了 各位 原本好像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 救命 你想一下喔 要不然就是這一關的那個一開始也出 剛剛一開始也太快出那個 太快出粉紅號機了也是有可能 好不好 太快出粉紅號機了 不是那麼好 150 先出去 野貓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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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是阿 為什麼每次都這樣子阿 貓頭有鬼阿 好 先拿11隻 送你錢包 哇哩咧 哇哩咧 喔 輸 哇 太難了吧 這個 來 哇沒懂到 沒有懂到 失地了 弄死 沒懂到 75 好 拜託囉 先這樣慢慢存喔 哇 但是這關真的是只能拉到塔下欸 我覺得可以就是 最後塔下的時候再用那個粉紅號機 再出粉紅號機 然後還有那個白無垢好像會比較好 就把牠們先引到這個塔下 不然你是真的 你真的沒辦法搞欸 因為 牠基本上走一出去吼 牠就會直接就是掃你 你只要被掃到 你就沒有那個效果了 所以我們那個粉紅號機牠們可能就是 要想辦法在這個後面 不然會打不贏 各位 這遊戲也太難了 我太難了 好 來了 各位 好 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 等待機會時間 好 來了 想辦法喔 穩住喔 穩住喔 不要太急喔 不要太急喔 不要太急 不要太急 慢慢接近了 慢慢接近了 這個時候出 好 這個時候好像就會比較好 然後趕快 先出那個誰 先出無鑼之類的 不要再往前啦 你們再往前 你們會 你們會被打出原型 你們會死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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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往前 不要 你們不要幹傻事 不要往前 拜託了 完了 老天要讓他們喪失他們的能力了 喔喔喔喔喔 鳥玩蛋啦 被打啦 下一隻來了 欸不行欸 這關 這關我真的不行欸 哇 怎麼這麼搞啊 死定了 完了 超級大卡關噴噴老師